这里挤满人潮 但有名女子不是悠闲逛街 而是神奇慌张 快步穿梭的人群中 迅速将手上的包包 装进黑色大袋子 因为在几秒钟前 她偷到LV包包 跟里面的东西价值20万元 忙完那一波客人以后 我就刚好要拿东西 结果发现包包不见了 回想当下嫌犯来消费时 拿两个大袋子 放在两张椅子上 别人转身服务其他客人时 嫌犯一个伸手蹲下身 LV包包就偷到手 因为台面 然后她先用脚伸进去 然后想要试图把它勾出来 但因为毕竟有个坎 所以她脚其实不太好伸 那她有点可能放弃 最后她就直接比较大胆的 整个人弯腰下去 就是头也看不到她了 直接弯下去 然后就把包包拿出来 事发在二月底台北柔和夜市 早期的地点 是家麻辣超乐福摊贩 曾在2018年 获得密其林必比登 评价美食推荐 被害人士小姐是二代接班 当时LV包包就放在摊车底下 耳机LV短夾 证件 随身物品 还有过年期间 营收的十万元货款 全都放在里头 警方两天后 在新北市中和抓到人 发现她夹有五十多个 名牌包堆积如山 但都是假的 至于夜市偷到的三物质 剩下LV短夾 LV包包和其他东西 都变卖掉了 全案一一切造罪 一送申办 离间检犯工吃安美工作需要钱 不过过去曾到店里消费 压者对她有印象 也不排除过去观察过 老板娘财物放在哪 因而下手 现在过年赚到的营收全都泡汤 实在好心痛 记者叶伟玲 董燕轩 台北报道